各位主席下午好 我是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网的记者 我的提问是 今年1月16号 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党外人士座谈 并共赢新春时强调 希望各民主党派把多党合作所长 和中心大局所需结合起来 我想请问主席们 如何理解这个所长和所需之间的关系 另外在过去十年 党和国家重大战略决策部署 尤其是应对重大风险挑战中 我们的民主党派是如何参与其中 并发挥独特作用的 谢谢 从民革的履职实践来看 就怎么发挥好民革的特长优势 和党的国家的中心大局结合起来 我们有一句很形象的话 也算是个经验吧 叫做上街天线 下街地气 上街天线 指的是我们履职 要谋定 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 这个不能偏移 下街地气 就是要深入实践 调查研究 了解地方的经济发展需求 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诉求 在这个基础上把通过调查研究 形成的一些成果 把它进一步的归纳 总结提炼 形成一个比较好的 参政疫症的一个材料 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策层参考 习惯疫情 对我国 对全球 都是一个巨大的 社会性的风险挑战 这场势力疫情 对我国的经济社会 人民生活 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 农国民主党 作为胜于医药的 作为主界别的 参政党 也急剧参与了这个过程 一大批农国党员 由于抗议的表现 得到国家和一关部门的表彰 他们的努力奉献 奋力续续了 农国党在新时代新征程 赤城放线 担当作为的时代篇章 这个九三学生的特色和优势 是科技 所以我们认为 推动科技创新 应该是我们的所长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 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是中心大局的所需 发挥我们的所长 服务于中心大局的所需 屡职尽责 这应该是我们民主党派 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 我们还将继续努力 将我们的所长 与经济社会发展的 中心大局的所需 紧密地结合起来 贡献我们的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